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二丈四十零元 三丈六十五寸高 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二丈四十零元 按正立二十四起 上有九窍八孔 按九宫八卦 四面更无数目遮阴 左右道有之蓝相衬 盖子开辟以来 美受天真地秀 日经月华 感知既久 遂有灵通之意 内欲仙包 衣制凤裂 产衣食乱 四元球让大 阴建峰 化罪一的时候 五官俱备 四只皆全 大家注意看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石头 上面刻满了道家符号 其大小周城都是严格按道家规律打磨的 也就是说 这块石头并非天生的 而是人为放在那里的 那么石头里的瘦精卵 自然也是有人住进去的 再进一步讲 这个石头从设计到初始 完全是人为掌握的 我们再看 孙悟空进入水帘洞之后 里面是什么设置 过造棒牙存火计 尊雷靠岸剑摇渣 十座十床真可爱 石喷石网更堪夸 看法都是 跳过桥中间 左右观看 石剑镇当中有一石剑 截上有一行海书大字 圈着花过山幅地 水帘洞洞天 从上面的描述来看 洞里不仅有锅碗瓢盆 甚至造堂里还有灰 菜板上还有吃剩的菜 石座石床更是手工打磨 更奇葩的是 里面还有海书大写 写的也是道家术语 你能说 这水帘洞是天生的吗 显然是有人专门修建在这里 专等猴子来 所以 从这些证据可以看出 孙悟空可不是什么天生石猴 而是一只人造猴 并且是道家宝为神仙掌握制造的 石头里的猴卵早就注定了 所以绝不可能动出猪 牛 羊 狗什么的动物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